行政院长卓榮泰27号出席台湾创投年会 肯定在创投领域中表现卓越的企业以及人物 让台湾积蓄许多能量往前走 现场也颁发首届终身成就奖 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政荣来荣获 现场嘉宾也纷纷起立鼓掌之一 台湾引进创投40周年之际 创投公会特别设立创投之新奖项 希望透过奖项让更多人看见每一块普遇 27日颁奖典礼新许多知名业界领袖 电子代工大厂合硕董事长通志贤 伪创董事长林宪明都现身现场 行政院长卓榮泰致辞时表示 行政创新AI内阁已经100天 走过很多地方开了很多次会议 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虽然过去40年我来不及参与 但未来我们一定一起向前走 行政院会成立一个跨部会的平台 希望更多流产影子来投资的行业产业 放在这个平台上 让国内外的资金能够在这里选择 而这个选择会代表他们会得到 长期合理稳定的利益 但台湾国家会得到 发展所需要的战略目标 我们也希望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设计 跟组成 逻辑更多的资金进来 不仅帮助本国的产业 也帮助本国的产业走向世界 今年年会更新增首届终身成就奖 由成立台湾第一家创投公司的施政农荣获 特别邀请行政院院长佐隆泰颁发讲座 表彰对创投产业的重大贡献 施政农表示创业一路以来都是以无中生有的精神 从无到有 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 探索新事业 要不断摸索 才能找到对的方向 未来也会在灵探排船 电动物流车等新创领域持续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当时提出了要分才会拼 要合才会赢 但是我实际上能力有限 合不起来 所以从红旗集团变成AVW家族 所以我从第一台的计划 到第一台的电脑 到全球第一台的笔电 那可以说 喜欢就是新的东西 创新 最后左龙泰也期许政府与内阁团队 要在5年内创造2万个新创就业机会 每年达到1500亿新创投资金额 10年内更要成为创新解决方案的输出国 台湾才能在地缘政治威胁中 和产业AI浪潮上 站稳领先地位 记者学风台北载坊报导